万荣乡马远布农族丹社群 今天是以一起的火为核心进行的布农族传统设计点 除了万荣乡之外 早期因为竹猎场而迁徙到 瑞瑟乡奇美以及台东长冰乡 南西村的族人也都回家共济 希望彼此认识交流 一起传承布农族的传统文化 点燃Dastuhabu的火 今天万荣乡马远村布农族丹社群的勇士们 铭枪Jogot Dastuhabu的七大家族的族人 一年一度的摄尔祭典正式开始 从祭枪祭等一连串狩猎相关的祭仪 到祭典中最重要的 祈老带领布农族孩童拉宫舍尔 传承训练以及教育的舍尔祭典文化核心 带人小孩一起学习一起传承 除了万荣乡之外 早期因竹猎场而分别迁徙到瑞穗奇美村 以及台东县长冰箱南西村的族人 今天也以欢喜之情回家共济 彼此认识交流 一起传承布农族的传统文化 让下一代族人都能学习祖先的传统文化智慧 我们的主线的人都是从这边出派到那边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回想 而且要互相交流 以前老人的所做的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我们可以来传到我们后代 万荣乡虽然以太鲁阁族人口居多 但仍有多数布农族居住在马远村 乡公所也高度重视 每年和部落族人共同办理布农族传统摄尔祭典 各上级单位以及地方各界也都肯定 布农族人重视并传承传统文化的努力 日据时期1932年到1936年间 大吉巴旦布农族人被迫从南投丹大山沿着关门山谷道集团 移住到现在的万荣乡麻园以及红叶两城 不论是在万荣乡还是布农族五大郡社中 人口偏少的大吉巴旦 族人仍致力保存并推动语言文化以及生活随时记忆 热情参与凝聚族人共识 尽全力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 记者是玉兰万荣采访报道